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说事 我是Simon 上几集我们讲了香港和太平天国的关系之后 今次我们就来讲一下当中一个在香港逗留了很长时间的天王 红仁干 香港其实自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 今来以来都培育着很多很多不同的有能知识 而今天我们的主角可以讲得上是香港开阀之后 最早过一班生活在香港的人物了 红仁干出生于1822年 是广东花园人 可以讲得上是红授泉在1843年 创立拜上帝会最先的信徒之一 而另一个人就是逢云山 1851年太平天国发起了禁田起义 在广东的红仁干 试图去到广西和红授泉会合 但因为清政府在当时都严厉地 逮捕着太平天国的人士而失败了 于是在1852年 红仁干来到了香港 当时香港刚刚是开放之初 有很多西方传教士在香港生活 于是红仁干就来到香港接受基督教神学分裂 同时也曾经担任英皇书院的教师 33岁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文 是第一位精通客家画的欧洲人 一心来中国就是希望为教会找多些教徒 而刚刚他就认识了30岁的客家人红仁干 起初韩山文觉得红仁干奇奇怪怪的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报纸说太平天国半军攻陷了南京 才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知道红仁干是太平天国建国者红授泉的组帝 长期和红授泉并肩作战 直到1843年至1851年发生金田起事后 红仁干才来到香港 1853年红仁干接受韩山文洗礼 学习路德宗教教义 以及接受其他神学知识 他也将太平天国和红授泉的事迹 绑上给韩山文知道 而韩山文就在第二年 根据红仁干所说的东西 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叫做 《红授泉的疑梦与广西起义的由来的书》 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介绍太平天国的外文著作 韩山文还想说服外国读者 想他们知道太平天国同样 和基督教信奉一样的上帝 他更将书的盈利捐给红仁干 资助潜入天经和红授泉会合 亦希望用红仁干把口扭回太平天国的神学基础 但可惜的是 红仁干突破不了清兵的防守 在上海的伦敦博道会住了半年 就由上海返回来香港了 他回来就得知韩山文已经死了 亦是死于理疾 中年35岁 红仁干凭着自己和韩山文的交情 很快就认识了第二位恩师 尼瓦角 身为苏格兰漢学家 兼传教士的尼瓦角 名气远超过韩山文 红仁干和他合作广道 又协助英译儒家经典 甚至指他可以在英华书院任教中文 都可能和尼瓦角有关 尼瓦角既喜欢 亦弃中红仁干 赞赏他是我所认识最和哀可亲 最多才多艾的中国人 但尼瓦角对于太平天国 就没什么兴趣了 断定了红仁荣 荣识那一套根本就不是基督教 多次劝道红仁干 专心留在香港全道进修 于是红仁干在港道的时候 完全不提红仁荣 他通过书本吸收了 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知识 不单见证了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井然有条 亦都透过香港的独特性 掌握了世界局势的发展 1858年 红仁干趁着尼瓦角回到国家探亲 就秘密离开香港 来到了刚刚经历完天津事变的南京 红手传和红仁干重逢 当然非常高兴 并且拆封了红仁干做干王 负责总理朝政 用来解决领导层的危机 而红仁干在香港的经历 令到他大开眼界 算得上是当时半军中 见识最广的一个 1859年 他提出了自国綱领 《施政新篇》为中国史上首份 具备全球视野或时代的改革方案 提倡放弃朝供制度 改行平衡外交 和外国接合的时候 要放弃万而用得的别称 文书语言上 改以召会交好通和亲爱作为联系 提出只有内收国政外事信义 才能够得到国际的尊重 他有了在香港全球的经验 令到他觉得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都是信奉基督神教的 法律上必须学习英国健全的法律体制 还非常尊重专理权 说明他人仿造 罪而罚之 不但奖励实业家 繁荣器械 还要学习洋人建造汽船 铺铁路 建设公路网等确保货物流通 民间实业上 鼓励民间商人轻版银行 发行纸币 设立西式保险公司 保障人民 身家性命财产 地方层面上 各省要发行月刊 发行日报 报导全国时事和货物价格走势 虽然红人干在书中赞赏美国民主 但他构施的就是神权国道 奉行基督教圣三一 沦为国之上宝 背弃了红手传的主张 说到这么好 不如我们又看看 《智政三篇》究竟说什么 《智政三篇》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份 第一 用人策失 厌金凭奸 红人干认为 治国必先立政 因时制宜 审逝义行 立政的关键在于设法用人 他禁止憑党之弊 反对结盟联党之事 第二 隔除扑扭习俗 如女子前触和吉凶军 所涉移民等等 提倡福音震度 第三 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 仿效西方国家 第四 采用新的刑法制度 首先说明 歧视大官 世道人心 于刚常轮机 隔阳大典 质疑立法 以为准现 其次指出 立法的人 要经过磨练 具备一定知识 明了国内外情况 强调国家以法制为先 法制以进行为要 能动性 进行而后有法制 有法制 而后有国家 面对时政不一的局面 红人缸将重建法制 提高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 在当时是具备深刻意义的 主张采用新的刑法制度 要求善待兴犯 而及以饮食浩衣 使其收街渠道路 因威并濟 大罪当死者用大架吊死 而废除哭刑 几部分入面 第三部分最为重要 他认为政治要加强中央集权 多折乡官乡兵 各地方自立新闻官 收集中外报纸 建立省、郡、院的财政机关 管理税收 严禁贪污、禁止买官 禁止连作法 以及重视群众意见 最重要是做到由中下而达于上位 做到上下程通 终无庸实浓蔽者 以上就是资政新篇的内容 其实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先进 以及接近现在的资本主义方案 政治上他主张以法治国 要用舆论监控官员和选举官员 根本就是提出了民主法制思想 经济上他鼓励发展工商业 奖励技术发明 提倡保险事业 文化思想上他反对迷信 提倡新式教育 外交上他主张自由往来 平等互利 但也有局限性 资政新篇内未提及过 列强侵略中国 反映作者对这方面的知识 比较模糊 由于书中的内容 扣不到现实世界 加上战争的环境 最终都未能实施 回来说红人杆 资政新篇的英译折禄 后来都传到西方 这个或许都是红人杆意料中士 他在书中对西方释出善意的看法 和蜻蜓对西方的敌意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令到国际传教界大为振奋 甚至有传教刊物报导 有基督徒制伤中国未来权力核心 并且描述红人杆的生平事迹 李雅各更为红人杆说话 称他为伴军中唯一真正认识真理的人 离开香港的初冲 就是纠正伴军的宗教错误 建议走同洋人和解的路线 红人杆相当善用在港关系 成功左右西方舆论 使得他无功受禄而攀上了权力的巅峰 但就令到朝中上下也不太服气 后来虽然提出了维艾救赵的战略 成功为天经解围 但终究未能扭转太平天国的败局 以至资政身边改革根本开始不了 1861年红人杆领兵战败而归 天皇颁布赵子重申世上没有圣灵 圣三一所代表的只有上帝 耶稣基督和天皇本人 结果导致他受到传教士的施压 要求纠正红手传的神学错误 事实证明太平天国和西方基督教 根本无法兼容 最终再无上海和香港的传教士 为太平天国说好话了 1864年天皇病逝 曾国藩相军共含天经 而当时红人杆不是天经的 大可以棄甲潜逃 但他反而赶到浙江湖州湖南 保护有天皇肚亡 最后在江西遭遇清兵野袖 在文昌以文天祥致放后被凌辞处死 红人杆的遭遇虽然有点可惜 但试想一下蜻蜓在经历太平天国重重之后 有官员推行羊慕运动救国 但改革幅度和红人杆的智政新篇相比 可谓小毛见大毛 由此就可以感受到红人杆大大地 并且香港受到西方文化思想和宗教的影响 以至他写得出智政新篇 我相信如果他没有来过香港 他绝对写不出 他那套理论虽然智政新篇的内容落成不了 同时都给不到晚清政府采立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见到很多 我们现今社会会用的机制和法律 这些都是晚清时期非常暂身的概念 相信如果没有香港这个中国对西方的窗口 红人杆都未必写得出这本 话就话用不着在中国政治上 但是这本书由全教士传送到西方 都叫做间接地令香港的地位有所提升 所以太平天国事件虽然发生在内地 但是香港原来也是一个影响太平天国的重要地方 而红人杆这个人都可以说得上是因为香港 而影响到整个太平天国那段时间的中国历史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有意思的话 记得comment,like,share和订阅 再提提大家了 我们Facebook和IG都会定期更新香港历史的文章 有兴趣的记得follow回来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